Qno把它接到电脑上 把Qno接到电脑上 USB线把它插上去 插上去之后呢 请你在 Qblock上面装置这里 请你选好你的连接铺 连接铺 然后请你 连线一下 如果你上市有 做其他的烧入动作 请你要再烧一次 如果没有的话呢 他现在里面那个韧体 应该就是Qblock的韧体 所以你就不用再烧 所以请你直接连线 如果你重新烧过呢 你要再重新选一次 再连线一次 我们就把他连线 连线之后 之后他会出现连线成功 我们来试一下 好 我们先把刚刚这一个 积木找出来 把他拉出来 拉出来 现在 我们是D3 D3的那一只脚位 然后我们的播放频率呢 你可以找到跟老师一样用Do 或者用其他的声音都没关系 然后时间长度500 就是0.5秒 0.5秒 我们来试试看 请你点他一下 有没有听到 有听到Do 来试一下 如果改成2000 2000是不是就叫的比较久 那我们来试试其他的音 比如说Ray 这是Ray 对不对 Ray 那如果你换其他的脚位呢 比如说我换到D6 你再按 就不会叫了 为什么 因为你的 D6那只脚并没有接一个喇叭 如果你D6有脚位那就会叫了 好 所以 这就是我们刚刚验证一下我们的积木能不能动作 对不对 好那刚刚还有一个积木 这一个积木他没有停止的时间对不对 所以我点一下 他就一直叫 不会停对不对 一直叫不会停怎么办 赶快把第 2个积木 第3个积木抓出来 停止 然后点一下 他才会停 好 请各位同学试一下 好那么我们刚刚先了解了什么是 风鸣器 然后也看到他的积木怎么用 然后测试过都没问题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使用了 就可以使用 所以刚刚这些积木你都试过了 好 那我们来看看 接下来请各位同学 来 用这个积木 来写一首轻快的儿歌 好那你可以写你喜欢的任何的儿歌 好那老师这边demo呢 等一下就用两只老虎来demo 好那你要写歌要不要 记得 那个歌谱 要嘛对不对 如果你老师音乐老师有叫你背过的 你可以直接用那个歌来写 那如果没有记谱的 怎么办 可以问Google 问Google 比如说两只老虎 然后歌谱 你可以找到那个歌谱在哪里 然后就请你来试试看把他写出来 那你写的时候呢 你可以用连线模式 或是最后把他烧进去都可以 然后请你开始实作 然后请你 就用我们刚刚讲的三个积木 可以去搭配练习写一个儿歌出来